《創造金錢》第十八章 尊重你的價值 以金錢或者其他的方式 接受你認為你的服務值得的回報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珍惜自己的時間和能量 你等於切斷了你的封城能量流 你的能量決定金錢是不是可以自由 和諧和輕易地湧入 打開金錢能量流的方法有很多 當你做的事讓你和別人感到榮耀 當你接受你值得的事物 來匯報你付出的時間和服務 就自然地創造了順暢的金錢和豐盛流動 很多人對他們的服務報酬 又或者交換感到失望 因為他們不清楚自己的服務價值何在 他們希望其他人可以看出他們的價值 而且比他們更多 很多人希望他們可以加薪 又或者希望客戶給他們更多的報酬 即使他們從來未表明他們的感受 當你珍惜你的服務 別人也會這樣做 為你的時間定出價值 決定什麼收入或者交換 對你而言是有意義 不依賴別人為你做決定 重要的是你和給錢你的人都覺得合理 每個人都希望得到公平的交換 我們很多人會說 薄利多消 確定你不是整張價錢 砍殺到低於你覺得你的服務應有的價值之下 如果降價讓你不舒服 你是在這裡用兩種方式 阻礙你的金錢能量流 首先可能會有一股憤慨 又或者不平的感覺 即使是很微小 都將會阻擋金錢回流向你 第二你在這裡告訴你的潛意識 總之你的工作不值得那麼多 而他就將會停止為你帶來機會 學習接受你的價值 更加愛自己多一點 我明白並以我的價值為榮 如果你經營你的事業 擁有兩個付錢的時候 肯定你的服務價值的客人 剩餘四個不斷認為的客人 當你為你所做的事 接受公平的價值回歸 你對自己的感覺會好好 你會充滿熱情 一個散發熱情 風盛和成功氣息的人 會比起一個感覺卑微 空虛和挫折的人 更有服務效率 下決心你要接受值得的報酬 不用擔心提高價錢 或者這樣會沒辦法 創造足夠欣賞你價值的客人 讓你面臨破產 那些為了反映價值 而提高價錢的人 很少流失客戶 他們經常發現 他們擁有更加提振的熱情 和興奮感 可以提供給客人更好的服務 無論你是否提高價錢 要確定你提供的是最好的服務 讓他們的金錢獲得很好的價值 如果你是受薪階級 又或者收取酬金的人 你收到你認為值得的金錢嗎 你希望有怎樣的收入 你想要怎樣的福利 為了賺取加薪 你可能需要為公司付出更多 在某方面提升你的技能 又或者提供額外的服務 你要變得更主動積極 自動自發地工作 在那些人提出要求之前 就設想和滿足他們的需求 盡力做好一切 如果你已經做到這些 而仍然沒有得到你覺得應有的報酬 下決心你會得到 在月曆上 標出你想要收到加薪的日期 不要等別人給你錢 這樣你是將命運交到別人的手上的 如果你確定沒有辦法在現有的工作 得到你要的報酬 又願意更換工作 賺到你值得的價值 會增進你的活力和喜悅 這樣對你周圍的人而言 是一份好的禮物 最重要的回報之一 是明白你正在為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你幫助那些人創造更好的生活 很多人選擇投入不賺錢 但是可以幫助世界更美好的工作 如果你做的是社區服務 又或者選擇投入收入不較豐厚的工作 你收到的可能是比其他獲利的工作 創造更多的非金錢收益 當你對世界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那些回送給你的能量 將聖國金錢回歸 因為它讓你的靈性成長 心門打開 增加慈悲心 活出有價值的人生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尊重你的價值 意思是 你確定將時間化在可以創造最大效益的地方 你用你創造的益處 和對社會為人家的生活造成的改變 來衡量你的價值 我們有些人從事心靈之傷 又或者療癒工作 對於運用靈性天賦收費 有沒有為靈性的行為感到疑惑 每個人擁有的天資都屬於靈性的天賦 美妙的歌聲 數學天才又或者寫作能力 農夫種的食物是來自大地的禮物 而我們用金錢交換他們的勞力 時間和努力 讓我們可以用金錢買到食物 那些人給錢交換你貢獻天賦所花的時間 精力和能量 如果你有每個月的開銷要支付 你需要一些人以金錢的方式支持你 即使你不需要錢 你仍然會想為你的服務要求一些回報 因為如果他們沒有對你有回歸 就沒有辦法完成能量的流動 回報可以很簡單 好像是對你的天賦表示感謝 用它來改變自己的生活 或者快點時間幫忙你一些事 人們珍惜並尊重我的工作 只是將你的工作貢獻給那些懂得珍惜的人 如果你為一個不珍惜你工作的僱主服務 你在破壞你的自信 換工作之前問一下自己 是不是相信你有價值值得珍惜的人 你的服務十分重要 然後看看你要從眼前的情況 學到些什麼 一旦你了解自己正在學習的課題 以及創造你這個現況的信念是什麼 你會找到尊重你的工作 甚至你現在的僱主也會越來越尊重你 如果你的老闆不夠尊重你 你或者會有很多重視你的客戶 或者接受你服務的人 你可以衡量你為人創造的好處 是不是比你在公司沒有受到你要的尊重來得重要 重點是那些是你的工作對象 你的客戶 消費者 企業 或者個人 可以用你的服務為他們的生活帶來好處 如果你沒有收到應得的收入 又不認為你的工作可以創造有意義的貢獻 這樣你可能需要花一些功夫 培養尊重自己的價值和時間的內在品質 幫那些不珍惜你的工作的人服務 會增加你對自我價值的懷疑 阻斷你的能量流 限制你的封城 有個畫家決定為朋友畫一幅肖像畫當作禮物 他知道這個朋友的想法很負面 總是抱怨年年而且不快樂 他以為送一幅畫給這個覺得自己長得不好看的朋友 會對他有幫助 他想用這幅畫讓朋友知道他其實是多麼光芒四射 美麗動人 這真是一件很花時間和精力的工作 因為他只可以在晚上 孩子們睡覺後才畫畫 幾個月後他完成了這幅美麗的畫像 而且將它裝在畫框上 他的朋友用慣常不知感謝的態度收獎這份禮物 他覺得這幅畫一點都不像他 最後決定根本不把他掛出來 他周圍的每個人都很喜歡這幅畫 認為他十分全神 真實地表達了他的美麗 這位畫畫的女士沮喪了很多天 甚至不確定是否還要繼續他的藝術工作 幾個月後 另一位朋友打電話給他 想要付錢請他畫畫 他幾乎立刻回絕 但因為這朋友真的非常喜歡他的畫 他決定再一試 他完成了畫像 而他的朋友覺得非常快樂 畫第一幅畫為他上了一堂寶貴的一課 因為他曾經懷疑自己的工作價值 那位負面的朋友將這些內在的懷疑帶了出來 讓他得以有意識地擦角 而且釋放他們 他也開始明白 他不需要留在那些負面想法 不相信他的人生置業和剝奪他的自信的人身邊 他正重決定只為那些重視和珍惜他的作品的人畫畫 那是他職業生涯的轉裂點 因為在那新的決定之後 他開始得到更滿意的工作和更大筆的酬金 或者你也曾經做過不被欣賞的工作 而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那經驗或是一個轉裂點 讓你開始可以珍惜你自己和你的工作 只是服務那些珍惜你和用得上你的服務的人 我總是盡力而為奉獻最好的一切 我們有些人選擇交換彼此的服務而不是收費 當你決定用這種方式來交換 要清楚你的期望是什麼 金錢是要讓雙方能夠做平等的交換而創造出來的 你或者會發現接受金錢的服務 比起直接用服務做交換來得更加清楚容易 以物易物的交換需要愛 雙贏的意願和真心的給予 才可以保持能量的流動 如果你和別人直接交換東西又或者服務 你會希望找到一種雙方都可以同意的方式 為你的交換創造清晰和充滿愛的能量流動 如果你用不上對方的服務 最好就直接拒絕 不要帶著怨對又或者不平的感覺接受對方給予 如果你接受交換更加毫無保留地給予 做最大的付出而請愛你交換回來的東西 即使事後你發現這個交換不公平 亦都要送感謝和愛給對方 明白當你盡力給予出最好的 你就讓能量保持流動 這樣即使他不會從對方身上回來 也都將會從其他來源配增回來給你 確認這個交換對彼此都有益 雙方都同意的 而你的正直和誠實的意圖 將會源源不絕配增你的風性 不信心